西红柿炒鸡蛋 鸡蛋先给过个油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一个变成两 两个变成三 三个变成四 四个变成五 这样三个鸡蛋炒出来以后 满满一大锅 这个才有西红柿炒鸡蛋的感觉 来上一点葱姜蒜 西红柿下入锅中 快速煸炒 一定要把西红柿炒出香汁来 加上一点点香醋 让西红柿快速的变软 海家醋 对 那是灵魂 白糖是关键 加上一点鸡精 来上一点盐巴 加上一点十三香 这个是整个炒西红柿 秘诀 老板炒多少年了 干了六七年 吃过都说好 说不好的那些人也都不帅了 中式炒软以后 下入鸡蛋 出锅前给加上一点小香菜 这个好了吗 完美 就这样一份 八块钱的西红柿炒鸡蛋 看着不错啊 八块钱的西红柿炒鸡蛋 看着就好吃